哈喽大家好 我是杭州闪电队的DPS 潘艾伯 最近大家在社交媒体上问了我许多问题 今天我来为大家一一回答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们问的什么问题 第一个问题来自网友小林丽莎 对内女装谁最好看 女装就不用多说了吧 当然是姑学 然后是来自网友银双R的问题 波罗仔新赛季有什么目标 我新赛季的目标是拿下最佳新秀 然后是用户名为MOE的网友 请问波罗为什么押服ID用教练的名字 为什么和好友钱用一模一样的ID 是情侣名吗 用教练的ID是因为很喜欢我们的主教练 跟好友钱一样是因为 我们两个都很喜欢主教练 所以就一起用 然后我的等级是金框 他的等级是银框 我俩就组成了金银银双贡组合 网友大概波赛东也是修桥人 为什么叫波罗 这个追溯到很久以前 当时刚玩OW没多久 然后OWL第一赛季 我特别喜欢纽约队的Libro 然后当时就改了个 跟他听着很像的ID 就是李波罗 然后后面 就慢慢大家叫着叫着就交成了波罗 然后后面打这些 之后ID也就取成了PiApple 来自网友人工智障 Jeff Z的问题 来点拔字尺的心得分享 痛苦不想回忆 来自网友 一丘W的问题 到了联赛 最希望和哪些选手 有哪些队伍碰一碰 最希望碰的选手是Proper和Yakiba 然后最近又多了一个Stalker 最想碰的队伍应该是成都队吧 成都队的 Nisa跟我是好朋友 然后想揍她 来自网友Bini 应该是这么读吧 Bini的问题 队伍中你想认识谁 最想和谁搭档 最想认识 都挺想认识的 最想和谁搭档 最想跟赛搭档 因为赛很猛 网友荷叶和包子和饭 波罗仔的减肥事业还在坚持吗 因为运动太多会让我状态下降 所以我最近运动的比较少 但是饮食还是在控制 来自网友Abi的问题 现在最喜欢的歌是啥 现在最喜欢的歌 喜欢的歌有很多 我最喜欢的话 应该是周杰伦的 嗯 应该是周杰伦的 珊瑚海吧 然后来自网友星动57号的问题 对内谁的反差最大 对内反差最大的 嗯 应该是孤雪吧 因为他平时感觉很闷骚 但他直播的时候话有很多 所以感觉反差特别大 来自网友空心动局之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OW的 什么时候开始有打接的想法 嗯 我接触OW是从第三赛季开始 然后当时打了一年多把 然后博服打到了4600 然后后面就谋生了打接的想法 来自网友机队他又有机机了 OW2好玩吗 你猜好不好玩 来自网友Sayuri 沙士里的问题 历山未来该不该戴眼睛 那必须戴 来自网友希望仔WishGuy的问题 最爱哪部动漫 现在最爱的动漫是鬼灭之 来自网友YES的问题 吃菠萨要吃 吃披萨要菠萨吗 我觉得不要 因为感觉菠萨放进去有点怪 来自网友冰封雪羊的问题 马哥孤雪二选一的话 选谁双排 选孤雪吧 孤雪流量大 给我隐隐流 来自网友贝之大王不要熬夜的问题 看过鸡鸣鱼海吗 看过几期感觉 蛮有意思 来自网友Anas Eli的问题 为啥你的另一个ID叫Itachi 因为当时在看火影嘛 特别喜欢雨之波又 所以就取了个ID叫Itachi 就是又的意思 来自网友Helios的问题 对那里谁是鸡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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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怎么说呢 我平时一直在大喊大叫 来自网友小小Ring的问题 海底捞还是麦当劳 嗯 海底捞现在已经吃腻了 麦当劳永远敌神 感谢粉丝们对我的关注 提了这么多问题 然后最搞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对内的 音量金是谁 大家看我直播的应该都知道 我平时一直在大喊大叫 所以音量金是我的 应该没问题吧 然后本期的AMA就到这里了 大家下期想看谁的AMA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记得一键三连哦 拜拜